沒想到改了出來的效果有多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神仙娜Fanny 今天一起拍片的有這隻麥包 這隻是最小的麥包 它是男生來的 麥包是公 今集想說什麼呢 我之前不是有跟麥包去街 有條拖繩 有幾個朋友問我 牠的拖繩是怎樣的 是哪裏買的 今天就來和大家分享牠的拖繩 有粉絲朋友就是喜歡你的拖繩 你是不是要分享一下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牠的拖繩是怎樣的 牠的拖帶就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一個拖貓狗那種 拖一小隻貓狗那種拖帶 一旦我把它加工改了一點 它原先有四條帶 應該是一前一後的 我把牠的拖繩 我把牠的拖繩 然後自己加工 把牠的拖繩在中間這個位置 把牠拖繩起來 就會比較固定 不會太容易脫帶 牠的拖繩是怎樣的呢 就是這樣 我把牠的拖繩在中間這個位置 我把牠加工 把牠的拖繩在中間這個位置 這裡一條 這裡中間一條 可以固定固定 不會太容易在牽牠走路的時候 不太容易會脫繩 我覺得這條我加工後 就實個拖鮭那種 因為其實淘寶也有一種拖鮭那種 就像靠叉一樣 扣著牠們的底夾 但那種其實我也有買 但我回來試過覺得效果不太好 就很容易脫掉 之後就在淘寶看到這種拖鮭那種 然後我就買了一條比較大一點的 然後就回來自己加工改一改 想不到改了出來的效果挺好的 然後還有一條拖帶 這個拖帶就是這樣 扣了它這裡 就像之前你們看影片 看到我拖著牠逛街 還有這個 我加工改了之後 這條拖帶感覺好像 沒有那麼辛苦 有那麼固定的感覺 它們的感覺好像比較舒服一點 那種拖鮭的交叉 我扣了下去 我覺得它好像沒有那麼舒服的感覺 又或者純粹我自己多心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樣 希望你們都喜歡今天這個分享 很感謝喜歡麥包那個拖帶的朋友 很感謝你們喜歡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幫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spike 我們十分別再拍 我們再拍一次 我們來拍攝